1931年 德国科隆与波恩之间第一条高速公路建成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高速公路 然而 如果以高速公路的定义 中国其实早在2200多年前 就已建立了一条高速公路 而这条高速的公路 无论是在工程规模和工程质量 都是现在任何一条高速公路不能比的 实际金始皇本记记载道 35年除道道九园抵云阳 遣山衍因故只通之 意思是 花35年时间修筑道路 经过九园一直修道云阳 挖掉山峰填平河谷 道路比一直贯通 这写的就是秦始皇派人修的秦执道 众所周知 秦始皇修建长城是为了防御匈奴 而秦执道的修建 也是为了防备匈奴 有了这条高速公路 秦军能迅速到达边境 将来犯的匈奴驱逐出去 据考古资料计算 秦执道长约600公里 宽度平均50米 修筑道路所取得的土方量 约有2000万立方米 这是什么概念呢 如果按照高1米宽0.5米铸成土墙 那么这个土墙可绕地球地整圈 秦执道不但工程巨大 而且工程质量更是好的让人惊叹 秦执道建成这期具体不强 但建成后却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 一直到清朝之前都还在使用 到了清朝后才逐渐被废弃 如今还能看到一些地段的秦执道一级 这种使用年限长达2000多年的工程质量 是如今那些豆腐渣工程所不能对比的 都说明朝皇帝多奇葩 万立皇帝更是懒得出奇 当了48年皇帝 30年都不上朝 结果专家打开灵幕后 才知道他有个大大的苦衷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万立即可观看 谢谢大家